自從卡路里龍場開始拍攝以來 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有點菜的環節 今天有一個好朋友 名字就不說了 因為他說不想說開名字 但是他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秋葵 獅子狗和春卷 他就叫我弄一件東西給他吃 那就弄秋葵獅子狗春卷 其實秋葵是一個非常有益的食物 有些人會不喜歡他的滑滑滑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喜歡吃秋葵的話 絕對會令你上癮 很多人就不太精心處理秋葵 其中一個秋葵令人欺騙的地方 就是上面的毛毛 如果你就這樣吃 有些人會覺得喉嚨癢 其實很容易處理 你拿一堆粗鹽 灑在秋葵裡 加少許水 用粗鹽來搓它 就好像幫秋葵做一個磨砂 這樣就可以把毛毛全部都磨走 秋葵用鹽散了之後 你就洗走那些鹽去 然後呢 非常之簡單的 我們就是用秋葵 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 你就可以就這樣把頭切掉 第二個做法 你就可以 把頭這樣批 批了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裡面的黏液 就不會流出來 所以你要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其實它多數處理秋葵 都是會用這個批的方法 就算無論你用哪一個方法都好 我們切了秋葵 然後呢 就把它塞進獅子狗卷裡面 但是我們把幼的那邊 切到尾巴 然後把它塞進去 接著呢 我們就包春卷了 其實呢 這個秋葵春卷 獅子狗呢 你喜歡就這樣包著它 炸了它呢 其實都已經好吃了 因為獅子狗本身有味 但是 如果你想加這個調味 也可以 加什麼調味 什麼都可以 沙律醬可以 今天我就想嘗試加沙爹醬 很簡單 把春卷放在中間 然後呢 如果你要加調味 就加少許沙爹醬在上面 然後呢 然後 點一些蛋白 在春卷皮上面 然後 把春卷包好之後呢 我們就燒一盆油 其實呢 如果我們炸東西 就不用每次都用太多油 因為這些油 重複用 就不健康 這樣就沒有太多東西了 那我用一個小一點的烤 就每次炸少一點 為什麼最快知道油的熱味呢 就把其中一塊的春卷皮 就放進去 哇 這樣放進去 就已經熱了 好了 那我們呢 就把春卷放進去炸 就這麼簡單 炸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件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那這個 獅子九秋葵春卷 就是送給我那位 不願意透露證明的朋友了 希望你喜歡啦 那就再次炸 隨便 了 這次炸